直到看见郭晶晶成为亚运会火炬手 才明白为什么霍家要钦点他为儿媳 第19届亚运会杭州开幕式上 世界跳水冠军郭晶晶担任第三棒火炬手 惊喜亮相 郭晶晶一露面就引得全场观众欢呼鼓掌 即便退役多年 郭晶晶依然是大众心中的那个跳水王后 而作为香港队领队的郭晶晶丈夫 霍喜刚出场时 也仅仅有个镜头 像当年郭晶晶受邀出席国家70周年阅兵典礼 直接登上了天安门 而霍喜刚却只能在台下看着 在播报员介绍来宾时 对霍喜刚的介绍也只是一句郭晶晶的家属 由此可见 郭晶晶在中国的地位 也难怪豪门望族霍家对他如此重视 其实早在结婚前 霍家就已经认准了这个儿媳妇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郭晶晶获得跳水冠军 当时的颁奖嘉宾正是他未来的公公 为了能够迎娶这个儿媳妇 郭晶晶还承诺婚礼日期 由郭晶晶决定 2012年郭晶晶和霍家长子霍喜刚 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恋爱长跑 举行立场世纪婚礼 新疆郭晶晶当天的服装 光是礼服就有12套 再加上上亿的珠宝首饰和香满钻石 价值600万的水晶婚鞋 郭晶晶站在台上可谓光芒万丈 这场婚礼到底有多盛大 看看参业人员就知道了 三届香港特首以及首夫李嘉诚父子 香港地产大亨李肇基父子 约旦王子王妃 赌王何荣深因为刚做完手术 坐着轮椅也要赶过来 除了这些商界大佬之外 刘德华 成龙 汪明泉等圈内艺人 也悉数到场 霍家在香港的地位可见一番 为了表达对郭晶晶的重视 霍家不仅花费上亿彩礼 两人的婚礼情节 也都是郭晶晶的名字在前 霍晶晶更是直接在致辞中表示 郭晶晶能够下嫁到我们霍家 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幸 一句话奠定了郭晶晶的地位 有人说霍晶晶此举 不过只是给儿媳妇一个面子 但其实郭晶晶能够带给霍家的东西 远比金钱重要 这就要说到霍家的发家史了 霍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霍启刚的爷爷 霍英东当年拿命换来的 早在抗美援朝时期 霍老爷子就曾冒着生命危险 为国家运送募资 后来霍老还出资捐赠了 包括沙湾大桥 水利坊在内的一批建筑 不仅如此 霍老更是为了中国体育事业操碎了心 1974年的时候 霍老就上下打点 帮助中国恢复了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席位 之后霍老又应允 时任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 如果中国深奥成功 就给他们造一个奥林匹克博物馆 可惜为了体育事业奔波半辈子的霍老 没能看到2008年的奥运省会 2006年霍老去世时 上面特批霍英东 享受国葬待遇 正因如此 作为霍家长子长孙 霍启刚不需要跟有钱有势的家族联姻 需要的是能让霍家稳固根基的人 而郭晶晶作为跳水女皇 首先身体素质和心性 就远远超过普通人 其次 郭晶晶的体育精神和国家立场 能给霍家难以言表的好处 不仅能名正言顺的把霍家和体育事业联系在一起 也打通了和内地各界的关系 这份助力 是任何一个豪门名媛都给不了的 也难怪霍家上下都对这个儿媳妇满意的不得了 100分 那她自己都 她是一个好女孩嘛 那她又 又这么有成就 做人 那真是 不简单 那她又对我儿子 我儿子又对她 而结婚后 大家才发现郭晶晶的影响力 还是被低估了 霍启刚为何对郭晶晶死心塌地 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世界冠军的情商和心理素质 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说 2016年 郭晶晶和霍启刚在参加一档综艺时 车开到半路 霍启刚突然神情慌张 表示自己弄丢了戒指 刚才那裤子 我在 Ring啊 Ring在里边 对于霍启刚这样的豪足贵公子来说 戒指的价值自然不重要 只是因为这枚戒指是郭晶晶送给她的结婚三周年礼物 因此她才非常紧张 并第一时间询问司机能不能掉头回去找 可照游戏规则 如果两人此时回去 就意味着挑战失败 就在霍启刚不知所措之际 只见一旁的郭晶晶十分淡定 并立马提出了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 未来安慰霍启刚 郭晶晶还开玩笑的表示 既然戒指已经不见了 着急也不是办法 送的人还在呢 以后我再送你一个 听完妻子的话 霍启刚这才如实中步 最终两人继续参加节目 戒指也在之后物归原主 如此沉稳大气 有智慧的世界冠军老婆 也难怪霍启刚当年要死缠烂打 我是霍启刚 我是霍启刚的老婆 郭晶晶 我是郭晶晶老公 2004年 23岁的郭晶晶 刚拿到人生中第一块奥运金牌 随后奥运季儿们到香港访问 霍启刚跟着父亲霍振婷 一起出席招待 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了偶像 于是在饭局上 霍启刚两次主动上前 找郭晶晶搭讪和影 让郭晶晶对他印象深刻 我说你不是照过相吗 他说啊 刚刚是别人照的 我拿不到照片 我可以再照一个 哦好 几天后 奥运季儿们又转账澳门 得到消息后的霍启刚 立马赶到码头 一路拎包当导游 因为他那时候就 我回到哪里他都出演的 死筋难跟 死钱难打 死钱难打就这么解 此后郭启刚 就化作了郭晶晶的头号粉丝 他在世界各地哪里比赛 他就飞去哪里 又是摇旗呐喊加油 又是长枪短炮的记录拍照 堪称郭晶晶第一战阁 为了方便交流 这个在英国长大的豪门之子 不惜从头开始学拼音 普练普通话 他的坚持不懈 最终打动女神芳心 确定恋爱关系后 郭晶晶对霍启刚约法三章 恋爱不能占用训练时间 不能到训练场地探望 不能在退役之前结婚 霍启刚全部应允 并贯彻落实 所以二人一直感情笃定 你给启刚 你觉得你有压力吗 我没什么压力 我觉得启刚有压力了 他说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如果我拿不到金牌 人家会骂他的 与其余的豪门库太不同 即便作用百亿家产 郭晶晶也从不刻意追求名牌 而是依旧过着朴素的生活 参加晚宴和卖奖礼 还带着三块钱的头绳 因此也被港圈阔太们嘲笑 太吐气 不是所有人都用这个吗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特别吗 对就是 但是就别人用是别人用 但是感觉 现在郭晶晶在用 我其实特别不理解 那人家就卖三块钱 你不能强博而卖三百块吧 在郭晶晶的影响下 霍启刚也变得很接地气 2013年 郭晶因为财产问题发生纠纷 而郭晶晶不仅没有参与进来 还带着老公和孩子连夜搬出霍家 通过此举 郭晶晶不仅帮霍家挽回了颜面 还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家庭地位 后来霍振婷去看孙子 也必须经过郭晶晶的同意 因为有的时候 爷爷会过来跟他们玩 对 爷爷过来的时候 他会在做功课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让他把功课做完了 才去跟爷爷玩 在郭晶晶的影响下 霍启刚连带着整个霍家的国民度 都大幅提升 2020年 霍启刚成功担任了 全国清联副主席 2021年 霍启刚拉着妻子郭晶晶 一起上街拉选票 最终又以195票 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 竞选当天 郭晶晶上台送了一束蔬菜 做的花庆祝 这一举动环保又接地气 得到了一篇好评 金刚链的存在让大家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 既合适又相爱 全红衩有多恐怖 连一代跳水女皇郭晶晶 也自残行贿 2021年 东京奥运会上 年仅14岁的全红衩 上演水花消失术 跳出三个满分 一下子震惊世界 当国街经直播 谈起全红衩奥运会上的表现 嘴里满是羡慕 并不由得回想起 自己当年的跳水经历 一些特别漂亮 特别干脆的动作 就会勾起以前的回忆 然后就觉得会觉得 哎呀怎么自己都没有他们 这种水平都没有他们唱得这么好 觉得很惭愧 全红衩固然优秀 但郭晶晶当年的战绩 也同样无人可及 纵观她的职业生涯 一共拿到过四枚奥运金牌 十枚世锦赛金牌 大大小小的奖牌 一共拿了77斤 14银 4桶 统治中国跳水界长达10年 而就是这样优秀的郭晶晶 当年却被另一位跳水女皇 浮明霞死死压住 15岁的郭晶晶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预赛 第一决赛 却出现重大失误 只获得第5名 冠军是18岁的浮明霞 在浮明霞的全面压制下 郭晶晶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 好在浮明霞很快宣布退役 一解这位空缺 郭晶晶本以为属于自己的时代 即将来临 然而在一次训练中 因为工作人员失误 郭晶晶直接从跳板上摔了下来 这一摔直接造成了 她颈骨和肥骨严重骨折 她不得不离开训练场馆 回家养了10个月的伤 更致命的是 这次意外导致她的左右腿 不一样粗了 体重也超标了 这导致没有教练愿意再带她 不少人都说郭晶晶废了 可郭晶晶不愿就此放弃 反而逼着自己加码训练 她的毅力感动了 原本已经离开国家队的 钟绍珍教练 捡起了这个被人放弃的姑娘 两人都憋着一口气 筋骨肥骨全部都断过 然后腰也不是很好 但是08年奥运会在北京 觉得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 能赶上一届奥运会 在自己家门口举行 如果可以去比 觉得那个意义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就每一天训练 我都比别人早去 人家两点钟训练 我可能一点半我就先去了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比别人多做点什么 我才可以不输给别人 这是这样子吗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女子三米版决赛 郭晶晶的真是入水 创下历史最高分 一下子震惊国际涌联 直接被广大网友戏称为 跳水界的不解之谜 此后郭晶晶仿佛开了挂一本 越跳越顺 动作标准到 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得分机器 在跳水界锁橡皮靡 在辉煌成绩的背后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 导致郭晶晶很早就患上了 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除此之外 游泳池中的消毒剂 更是让她的头发受损 导致年纪轻轻就头发化白 而由于跳水时 身体与水面的巨大撞击力 也让郭晶晶视力受损 甚至差点因此失明 可想而知 郭晶晶能拿到现在的成绩 有多不容易 也终于明白当年面对记者采访 嫁入豪门是否有压力时 她能底气十足的说出那句 她是豪门 我是冠军 婚后郭晶晶也没有歇着 除了学习如何做个称职的母亲 她还涉猎时尚设计 体育裁判 慈善大使等领域 完全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她的优秀 是其他豪门贵妇 无法比拟的 对吧 合作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勇